小朋友你好我們是教育局的 需要對你做一個萬卷調查 你只需要回答過幾個問題 就可以得到腳利 好啊你問吧 你叫什麼名字呀 我叫陳陳 你媽媽叫什麼名字呀 我媽媽叫李霞 那你媽媽的手機號是多少呀 是130 非常感謝你 這支筆線獎勵給你 你跟叔叔去到車上去領娘娃娃去吧 好啊好啊 不對呀教育職做調查 直接可以去學校的 而且他們也沒問啥問題呀 喂你好李霞嗎 啊我是徐山老師 你女兒陳陳剛才被車給撞了 我剛把她送到了醫院 費用一共是一三二 我再給你電視上了 啊好別客氣 呃咱倆加個微信 你把錢轉給我就行 哎你拍什麼呢 該把石雲山了 要不然你今天別想走 阿姨 再拍之前我已經報警了 喂胖你高興過來吧 行行我知道了 叔叔你還不快走 我爸爸一魂就來了 幹嘛呀 你陪我的洋娃娃 我給你看一段視頻 原來他們是騙子 對呀 家庭信息都是隱私 不能告訴陌生人 記住了嗎 記住了 謝謝你 不客氣 浩然 我是你爸的同事 你爸開車除了意外 現在在醫院呢 讓我來接你過去 那我媽媽怎麼沒來接我呀 媽媽也在醫院呢 哎呀快走吧 我最後帶你去 你這孩子怎麼這麼不孝順 你爸說了這麼大事 我還能騙你不成 你爸姓張 你媽姓王 你竟然六歲 對吧 哎呀 趕緊走都在等你呢 不對呀 如果爸媽不來接我 也會通知老師的 終於叔叔不會有問題吧 叔叔 你先給媽媽打個電話吧 都什麼時候了 孩子浪費時間 一會上車再打 叔叔我想上廁所 這個時間你正好可以打電話 一會兒就到了 你上什麼廁所 忍一忍吧 糟糕 這位叔叔可能是壞人 就不應該給陌生人走 怎麼辦呀 哎 對不起 小孩子太皮了 對不起 你是怎麼看了孩子 你看瓶子給我摔碎了 你這不是能用嗎 你可別想訛人啊 哎 你這有點不講道理 那你就報警啊 別報警 我批你的 不對呀 小朋友故意打掉我手機 現在又讓我報警 而他一聽到報警就害怕 不好 那你陪我五千塊錢吧 行 你就在這等我 我就回車裡拿 我怎麼相信你啊 把孩子留下 你自己去車裡拿 姐姐謝謝你 剛才那個人我不認識 他很可能是壞人 小朋友 你可真聰明 姐姐 你手機沒事吧 沒事 只是貼磨碎了 沒有什麼 比你人身安全更重要的 姐姐現在就給你父母打電話 媽媽的電話是 你慢一點孩子 你還有心思帶孩子玩 怎麼了 你家漏水了 鄰居都投訴到文物業了 啊 兒子 咱們挪給你回家 我還要玩一會兒 你趕緊回去吧 我來替你看我孩子 那行 我一會兒回來 你可別亂跑啊 知道了 小朋友 你看這個玩具你喜歡嗎 我會呀 住車上還有很多 帶你去看啊 對呀 如果離職反應家裡漏水 物業會給媽媽打電話的 這一說是出門帶個玩具 這也太反常了吧 不用了 我要在這等媽媽 快走吧 一會兒就回來了 你還在幹什麼呢 大白天了 你打算搶孩子 你可別多管閒事 你要是再不走的話 我可就要報警了 姐姐 謝謝你 沒事的 這裡太危險了 咱們趕緊去我家吧 到家安全了 再給媽媽打電話 好糗啊 她手指的回家方向 和那個人離開的方向是一樣的 那你現在就給媽媽打電話吧 我手機沒電了 要回家充電才行 快走吧 騙人 我剛才都看到手機是有電的 這兩個人不會是一伙的吧 哎 媽媽不辣了 媽媽 霍然 媽媽 家裡沒漏水是吧 對呀 好奇怪啊 剛才你被騙了 壞人把你支開了 想把我離走 沒有 你怪我剛才沒有跟你一起走 不過沒關係 只要我們提高警惕 壞人就不會得逞 誰呀 你好 孫快替呢 麻煩放到門口吧 不行啊 這麼快的小豆腐 需要分95塊8 95塊8 95塊8 救我吧 不好 小朋友 快開他們 救救我 既然不能給陌生人開門 但是救人要緊呀 況且看他也不像壞人 小朋友謝謝你 剛才有人跟蹤我 那你趕快報警啊 不急 就你一個人在家嗎 別害怕 爸爸一會就回來了 為什麼知道家裡沒人 他反而不緊張了呢 不好 姐姐 我去給你倒杯水 糟糕 不應該給陌生人開門 氣在門口也可能不安全 只能這樣了 姐姐喝點水 哎呀 對不起 我去拿刀機 我去看文化有沒有人哈 姐姐你別演了 你說你被人認搜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報警呢 知道我家沒人都開始套包 裡面裝了威脅物品吧 喲小皮孩還挺聰明的 可是今天誰也救不了你 他 他 他人呢 已經跑了 沒想到吧 剛才倒水的時候我就發出了酒救 故意撒水是為了拖延時間 姐姐你這麼年輕 兒子 你在這等我一會兒我去買瓶水去啊 好 這麼鮮豔的位置居然有個錢包 怎麼會這麼巧呢 哎美女啊 有沒有看到一個錢包啊 我 我剛才都看見了 這是他在呢 我手機都露下來了 我包裡五千塊錢 怎麼就剩三百了 大哥我也不知道這是我剛見的 祖 跟我去片手手電話清楚 我不去大哥 哎哎哎哎大哥 這沒你年紀輕輕的 留下安理也不好 讓他錢還給你得了 行啊 既然看在你的面上我就放過他 趕緊還錢 大哥 祖先生沒那麼多現金 不對呀明明可以當場報警 為什麼要去盖住所呢 錢包檢的後也沒打開過呀 而且那兩個人好像認識 那你手機轉給我吧 行行大哥我這就轉 不好那兩個人應該是一夥的 是騙子 哎呀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呀 哎 只能這樣了 小薰你怎麼在這啊 我是浩然呀 你忘記了我爸爸姓張是警察 你是遇到困難了嗎 我讓我爸來幫你 不用不用大哥我這就轉給你 行行行 哎我爸來了 爸爸 哎快沒轉了 姐姐你還不明白嗎 剛才那兩個人是一夥的 他們在騙你 啊我還真沒主意 姐姐我們不能貪圖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時刻保持冷卷的頭腦 就能識破壞人的騙子 小朋友謝謝你啊 哎 哎你好姐請我們五次廣場怎麼走 五次廣場啊 你從這個位置 走今生不是用導航嗎 怎麼還不入啊 對 謝謝你啊不客氣不客氣 哎有人給你發消息了 好好好 啊我先走啊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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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你沒看到我家孩子啊 沒有呀 五個人過來的 哎呦我孩子找不到了 哎呀不行我再報警 報警我來不及吧 不如去附近找找 說不定孩子才玩呢 哎呦也是啊 我去看一下啊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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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不見了 搞定了你在哪兒 奇怪呀我怎麼會在車裡 媽媽出哪兒了 是問問這個叔叔吧 車門怎麼反鎖了 不好有危險 這位叔叔可能有問題 沒辦法只能這樣了 沒辦法只能這樣了 從前就是要看手機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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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我可以坐著嗎 可以呀我一個人在這兒 呀好酸啊 啊 哎這我的水你幹嘛呀 我這一瓶水呢 我進去手怎麼了 哎你這個小孩怎麼那麼沒素質 你這小氣 我這一瓶水嗎 這樣給你買一瓶不就行了 算了吧小屁孩 我懶得和你計計 姐姐我說陪你的就陪你的 你給我去上電吧 姐 你幹嘛呀 我說了不用你買你想幹嘛呀 姐姐 你得謝謝我 謝謝你 我沒聽錯吧 你剛才那瓶水裡有問題 你什麼 剛才我看到有人帶你旁邊丟了錢 你好心還給了他 但是你算沒有看到 有人在你水裡放了不明物體 我懷疑是迷用 蛤 一開始只是懷疑 後來看到那兩個人在軟處 鬼鬼祟祟的看你 我就真的要出事 所以 小朋友 多虧了你 我是真的沒注意 姐姐 衝得在外 食物和飲料 不要離開自己的視線 當發生事情時 要注意觀察周圍環境 小朋友 謝謝你